又到了一年里繁忙的卖房季节了 2024年开春 多伦多的房地产交易越来越频繁 价格也不错 那么现在正在看视频的你 是不是有一点心痒痒呢 但是房子住了那么多年 状况也不是很好 到底卖之前是否需要装修呢 那么Simon今天这个视频帮您解答 我们在平时房子上市之前 和卖家进行了沟通 发现他们有以下这么几个痛点 那么痛点一呢 就是他们通常会说 我的房子位置特别好 又是小学高中双学区 为什么还要装修呢 而且装修完还不是给自己用 为什么我要装修 那么其实这个观点是错误的 市场上总会有几个同类型的房子 优质预算高的刚需买家呢 他总是会选择状况最好的房子 而那种与预算有限的买家 或者是投资的客户呢 他就会选择性价比了 状况比较差的房子下手 即使再有学区房的加持 销售的速度也会相对的慢很多 记得当年在Bursy 有一个卖家非常自信 说我的房子肯定就能卖 而且他家还是那种 2000年的原始的状态 连一楼都是地毯 结果最后果然挂牌两三次 最后才以一个低价卖掉 第二个常见的问题呢 卖家会说 哇多伦多的装修和买房呢 到处都是坑 都是骗你往坑里跳 装修了钱也卖不回来 那么其实这种想法是错误的 在旺市帕特森社区 去年10月份 141号Gasher呢 就是和48号Heaven Road 完全一模一样的户型 去年是卖了132万8的 室内和地下室呢 都没有重新做过装修 然而48号Heaven Road 在装修后呢 我们在这个1月份 帮卖家争取到了6到7个offer 最后卖到了166万8的 整整多了34万 我们需要花这个34万去装修吗 完全不需要的 其实装修的费用 是完全可以控制的 第三个痛点呢 就是卖家在经常会问到 装修多少钱才合适呢 我完全不知道装修的费用 那么其实发现呢 多伦多非常多的这种客户 买家对于装修的费用 他真的是完全没有概念 开Open House来的时候 买家走进来 一看地下室没有装修 那么他就说 这个完成地下室呢 这个估计怎么也要15到20万了 然后呢 跟他们了解了呢 还不如说去盖个新房的时候呢 他们反而说 我盖新房 200块钱一尺 300块钱一尺就搞定了 怪不得说盖新房的时候的一些人们总说 哎呀成本控制不住 天天要追加 这就是你在预算的这个地方 做的不够详细了 其实多伦多盖新房 基本是怎么样都要接近400块钱一尺了 别忘记还有13%的HST 其实卖房前的装修美化呢 都是根据你自己的预算来的封建游人啊 那么作为我们专业经济需要给大家提供的一些要点呢 那么就是首先第一呢 手啊这种亮的啊 其实现在已经看上去比较过时了 反而换成不锈钢的啊或者黑色呢 是会是更加流行的 那么第二点呢 建议大家更换呢 就是地板进行更换的 因为很多时候大家的房子呢 在基本上是那开发商啊 给的标配的地板这种浅黄色呢 看起来实在是卖相是比较差的 那么其实大家可以考虑换一下这种符合的实木地板呢 其实木材的价格呢 并没有想象中那么贵 大概是税后四五块就可以了 那么再加上人工的话呢 其实大概在十块钱左右的 在地下室呢 或者是townhouse呢 可以考虑换laminate的地板 这种符合的地板呢 但是那厚度也不要用太薄的 最少怎么咱们也用到十到十二的毫米 第三 厨房 根据材质的不同啊 大家不要再去用这种包胶啦 用这种MDF喷漆的呢 这种呢会是相对来说比较划算 而且是美观大方的 第四 浴室 建议大家进行更换 特别是主卧的浴室啊 主卧的浴室一般的费用呢 大概是在一万块钱到一万出头的 看根据这个浴室的大小啊 来判断你的成本 那么如果是次卧浴室呢 可能那么大几千就足够了 然后第五 家里面的灯具很多时候都是开发商赠送的标配啊 那么大家在这个时候呢 真的可以考虑花那么小几百块钱更换一下 千万不要用这种水晶道灯啊 因为它的安装也比较复杂 成本也是比较贵 如果大家买到这种假水晶的话呢 看上去反而是更加低廉 不如买一些黑色啊 金色啊 原木色或者白色的灯具都是非常提气的 那么在选择装修公司的时候呢 大家也要注意尽量使用啊 这种口碑好的啊 或者朋友推荐朋友用过的这种装修公司 因为毕竟每一年多人多都会出现这种法律纠纷 就是装修公司可能拿了首付款 然后人间蒸发了 根本活就没有干的 这种事情经常发生 大家要小心 另外就是一定要选择这种装修的手工呢 比较好啊 然后工期控制比较好的公司 不然的话拖拖拉拉 给你干三个月五个月都不能完工 还有就是在装修的时候 一定要切记不能过度装修了 比如说你再卖一个100到150万的townhouse 那么其实收拾起来呢 大概预算就是要花那个三到五万就可以了 千万不需要去花更多的 比如十几二十万呢 这种是完全不需要的 除了刚刚我上述所说的厨房啊 洗手间呢 地板呢 尽量建议大家更换之外呢 比如大家有时候还会纠结 到底我是坐户外的车道啊 原意呢 还是完成自己的basement呢 其实装修这个地下室呢 确实对房产的这个增值呢 是有一定帮助的 而且大家在做地下室的时候呢 其实相对来一个三千尺的独立屋 那么地下室真的做起来就是那么 三万到三万五千块钱是足够了 如果有的contractor给你报价报出了什么五万八万十万的呢 啊这个时候 大家尽量建议大家货币三家其实不需要太豪华 那么主要是一个实用 基本上配备有图里完全的全套洗手间或者有空间 有一个单独的房间呢 那就更好了 好的 希望今天的视频啊对大家有所帮助 如果大家关于卖房有任何疑问呢 可以联系我Simon 好的 那么下次视频再带给大家更多干货 谢谢收看 拜拜